嗯 什么事 我不想读书了 啊 为什么呀 余温那男的 哪个男的呀 姜云阳呗 她好久没给我们寄钱了 我想去温泉找她讨个说法 可我妈又不同意 还骂我没骨气 我妈现在身体不好 医生说她有慢性肾炎 肾炎 大娘说是怀我的时候受风寒 落下的病根 所以 刘志姐 我想跟你去南方打工 你想去打工 我想像你一样挣钱 给我妈看病 你真还是个孩子 南方的钱 虽说比咱们这儿好挣些 那是要靠自己的血汗去换局啊 我知道 我不怕苦 可是现在不行 为什么 你呀 太小了 这样吧 等你中学毕业了再说 这是我的名片 上面啊 有我的通讯地址和联系电话 等到那时候 你再来找我 好 我想让你去看病 我可以找那男的药啊 为什么不让我去啊 为什么不让我去啊 他有这些义务 你为什么不让我去找他呀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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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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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妈 她自己发生的 他自己发生的 她 Sacha 啊 吱吱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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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 去找那个男人 你又不同意 我只好辍学回来 帮你干活 不辞 不辞 我不去 我早就不想上了 那个破约校 有什么可上的呀 根本学不到知识 我上了也是白上 但是我们的感觉 我上了也不就知道 我上了也是白上 有什么可兴 我 好人 江颖阳彻底抛弃了我们母女 雪娃和我吵闹 一定要去找她 要向她讨个说法 我不答应 现在她又吵着要去南方打工 她要挣好多好多的钱回来 给我治病 盖楼房 可她太小了 我怎么能放不下心呢 我不同意 雪娃就跟我赌气 好几天不理我了 我打算 就让她去了 希望她呀 能闯出一片天地来 我 我有点事先出去一趟 这是给你这个月的生活费 还有寄给雅妹的钱 您收好 云阳 别忘了这个星期 把我的孙女带过来 我想她 你放心吧 给她寄一钱 给她寄一钱 我还留着买酒喝呢 妈 好看吗 这儿 你年轻的时候这么漂亮 放心吧 我在外面要是想您了 我就看那照片 这也是给我的 这也是给我的 我知道了 妈 妈妈带一个 雪娃带一个 这样无论雪娃走到哪儿 咱们都不会再分开的 谢谢妈妈 可我 咱们都不会再分开 呜 我 终于是 已经给我留了电话和地址了 好 好啊 雪娃现在也知道挣钱了 发了大财 可不能忘了你萝卜叔叔啊 哪能啊 我还有事要求您呢 求我 萝卜叔叔 我妈身体不好 我走了以后 还得麻烦您多照顾点她 雪娃现在是越来越懂事了 你就放心吧 来 上车吧 嗯 妈妈 好 坐好了 放心 爸爸妈 放心 谢谢 放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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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